大家看到这个林郑月娥的政权现在是岌岌可危了 但是我们的五大诉求基本上没有一个兑现 从6月9号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一直没有积极回应 而且是答应这五大诉求任何一个 当然有些草案 有些诉求基本上已经胎死附中 不是什么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是个报义词 他是胎死附中 第一个就是撤回送中条例 他为什么不讲撤回 有那么难吗 就是很多人说 英文撤回怎么说 就是要withdraw withdraw 为什么讲debt不讲withdraw 为什么 华律名词华律专家解释 很显然 那这个是涉及到中国层级的面子问题 因为你知道习近平当政以来 二零一二年到现在的这么多年 唯一一次最大的让步就是这一次 因为他从来没有让步过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有人说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自己的自治事项 就是骗谁呢 这个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看看这个图 这个是万人 过万的几万人 在香港的那个爱丁堡广场 点点珠光 写着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 我们要一个自由的香港 要解放香港 所以free有两个意思 你可以形容词用 可以用动词来用 那之后democracy now 现在要就要民主 实现真正的普选 那你看到多少人站出来都是黑衣的 为什么 至今已经起码有四个人 已经因为反送中而跳楼轻声了 而这个政府的回应 是冷血的 是冷冰冰的 大家也看到 彼此在去维护的时候 还是发挥雨伞的力量 阻挡什么 阻挡人家拍照 阻挡人家喷呼叫喷雾 阻挡警棍 大家都在那边努力的抗暴 大家看到当吹雷弹 打上来的时候 也是当头棒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退缩 有几分钟时间 之后我们还是会回来继续的抗争下去 大家看到这个历史性照片 当警政署的警务署的处长 卢伟冲先生 发布记者会 公布他对市民的那一个安排的时候 记者都戴上什么 头盔 为什么 因为警察对记者的暴力是最强大的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来讽刺 那个警务处的处长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了 以后我们怎么办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很简单 现在的局势 好像一个暴风圈里面的一个 就是中心的地带 上面看到阳光的 但是问题是风暴即将到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吃素的 他憋着这一口气 一定会谋求报复 所以香港现在唯一能做的是 继续抗争下去 如果这个地方一收 就垮了 我们继续抗争下去就有希望 我们11月会有个区议会选举 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变相的公投的话 力量是非常大 第二个 我们跟台湾的通道 跟美国的通道都站在一起 甚至美国的那个国会的议员都要求 香港必须要在2020前实施真正的普选 否则考虑取消香港政策法 就俗称香港关系法 而且英国也说 二零一期就要普选了 对 已经晚了三年了 已经晚了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等 所以唯有 会退让吗 周南海会退让吗 我看他不会 一退 你想想看 中国这个庞大的极权组织 可不可以允许在一国两制底下 有个民主的一致 跟独裁的一致并存呢 这个事实上 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 而且不可能的 两个制度的本质上的矛盾 是一个价值的矛盾 而这个价值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我想 中国不会让 那不会让的结果 唯有依靠 那个更庞大的外国的力量 能够制裁中国 能够希望把这个时间能够延缓